抗日名将孙力仁被部署牵连到共谍案 他生平相关的文物和照片很多都已经散意 而屏东县政府为了重现 孙力仁当年住在屏东时候的生活 到处寻访相关人士 还真的翻出了不少历史老照片 现在要以特展的方式来呈现 多位看起来年纪老迈的卑卑 不断在镜头前合影留念 他们是孙力仁将军 在民国四十年成立的幼年兵 也就是跟着国民政府来台的孤儿 屏东县政府找到其中的成员 不只取得他们六十年后重逢的聚会影片 更有幼年兵时期的珍贵照片 幼年兵是民国四十年 然后孙力仁将军在台湾 负责新兵的训练的当时 那收集了大陆撤退来的一些孤儿 那这些孤儿 然后分成他的年龄不同 然后分依照等级 来做一个训练 除了透过影片可以看到说 集资多名幼年兵的老照片 孙力仁在抗战时期 有一名报社摄影记者罗超群 后来成为他的随身新闻官 帮他记录不少影像 来台后孙力仁因为被牵连共敌案 相关的物品不是被查扣 就是没有人敢保存 这名新闻官却将仅剩的三十八张照片 撕藏下来 传给后代 现在也终于重见天日 因为孙力仁来台后 曾住过位在屏东市的行馆 屏东县政府希望重现孙力仁当年的历史 这回集结史料举办特展 空间也特别选在孙力仁 曾经使用过的办公室 民众得脱下鞋子 才能够进到这栋 有浓浓日式风味的建筑内看展 入内还可以看到孙力仁 当年练兵用的全台第一首军歌 新军歌 也成了这个展览的另一个特色 记者王界 孙许正俊 评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